大家好 又是我高登仔 姜濤去了美國一段時間 有寸他即將完成工作回來香港 其實近來也爆出了他去美國究竟發生什麼事 早前姜濤去美國的原因 一直由花姐說保密協議 一直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剛剛釋放了一個絕密的資料相片 由網絡不小心傳出來 結果令到所有的薑粉都為之著弱 究竟發生什麼事 高登仔和你找了一些資料 究竟分析一下這次去美國 究竟是做什麼絕密、機密工作 還包括盧亭輝一起去 證明Makerview對於這次的工作是非常重視的 連盧亭輝都出席 一定是有新搞作、大搞作 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去我的主頻道點擊留言讚好 有廣告、看廣告 每晚8時、下午1時 我都會外面和大家一起吃飯看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加入我的會員頻道25元一個月 非常抵有獨家晚片 好 姜濤已經去了美國 差不多兩個多星期 他應該 如果看資料 就是5月24日開始去美國 那時候應該自己去 花姐也沒有陪她 好像只有幾個工作人員 之後也釋放了大量的資料 但那些資料通常都是吃喝玩樂 在酒店吃早餐 去中央公園探望藝術家 又去不同的藝術展覽等等 還有看到一些粉絲對她的支持 即是一些美國姜濤 她又拍了一些片 回來讓我們去看一看 好了 但是呢 姜濤和花姐 甚至是Markville 對於姜濤這次的美國之旅 絕口不提 說簽了保密協議書 其實網絡也有很多這樣的傳聞 就說她去美國 就為了prepare這次的7月份 MIRROR的演唱會 但是高登仔已經在一段片分析過 基本上不可能 12指都在這裡 除了她之外 11指都在這裡 她自己一個去美國訓練有什麼意思 簡直是胡亂猜測 第二個更加有可能性 就說她去美國拍美劇 甚至有些網友言之作作 她去拍黑袍衫 我亦都分析了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機會率不大 因為如果她去得這麼短時間 對於一個美劇的製作 她真的出了一集 半集 或者幾個鏡頭嗎 那就不可能 Markville不會用這樣的資源去做 第三個可能性 她說她去美國去一些秘密練武 練兵 這樣就像了 這個 早前呢 原來 在我看回 我看回 有一個 我追查一些資料 雖然報道 就很簡單 但我自己深入去 調查過一些資料 就說 原來 這次 她就會拍一套 美國的電影 類似一套 叫做 歌舞片 一邊跳舞 一邊的 而這次的電影 我翻查一些資料 原來 有機會 姜濤這次拍這套 電影的名字 叫做 My Heavenly City 中文譯名叫做 我的天堂 城市 那為什麼 會有一個流出呢 寶物資料做得這麼好 原來 原來 拍這個 My Heavenly City 這個 裏面有很多演員 其中一個演員 在她自己的社交平台 就發佈了一張照片 一張合照 那張合照 那張合照 就說他們在拍攝期間的 一個大合照 應該是台前幕後的 工作人員 多數都是外國人 有很多都是華籍 那我一會和大家講一下 這套片的背後的背景 所以可能都是華籍 那原來這套片 叫做 My Heavenly City 就會在台灣和美國都有拍攝團隊 那他們一齊就會集中在這裏 美國拍片 而這個導演 My Heavenly City 女導演 余聖儀 是一個台灣電影的導演 余聖儀 我好像聽過她的名字 我翻查她的資料 原來這個導演 余聖儀 就是台灣人 她之前一直在台灣 就拍攝一些 類似短片和紀律片為主 但是她如果說到真正拍一套電影 就是這次第一次 My Heavenly City 她就得到這個 資助 原來她 其實原來一直都在透露這套片的拍攝 但是當中就沒有提到姜濤 原來她一直拍攝 一邊拍電影 就拍攝這套電影的花絮 其中一個片段 就看到一個疑似姜濤的男生 他似乎好像戴著單車頭盔 我都去過她的網頁看 但是我找不到她的照片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件事已經刪除了 免得透露 而且她在照片裡 就說 我看回網絡有人CAP了 就說和另一個女演員 就等候工作人員的指示 她更加在她的社間網站 講拍這套My Heavenly City的心情 但是當中 演員的名單就是保密的 我也翻查資料 這個My Heavenly City 就是余聖儀台灣電導演的首部的長片 她的內容 現在我就這樣看 她的內容 就說她裡面會說 一些怎樣融入美國生活的問題 這套電影就由三個單元故事所組成 其中一個故事 就是三個電影之中 其中一個故事 就有提及兩個年輕的跳舞者 去到美國沉夢的故事 而這段片 這出片 也得到台灣文化部門 和不同部門的資助拍攝感 嘩 都拍了兩年了 那就是說 厲害 原來我再看資料 這套My Heavenly City 早前就在網上公開跳舞演員 咦 姜濤不是一個跳舞最出色的人 究竟她是做什麼角色呢 我真的拭目以待 那網站顯示 負責Hit Hop的演員 在5月30日已經開始在美國工作 而跳舞學生 也只是參與6月2日拍攝 負責Hit Hop的演員 而當中所演示 這兩位最重要的跳舞演員 必須懂得Hit Hop 是否有一個舞蹈和機械舞 而扮演學生的跳Hit Hop 就可以了 咦 我之前不是說姜濤 和一個舞蹈老師 學這個Locking和機械舞的嗎 我有一段片 咦 正正就是 咦 他可能真的演這兩個舞者 我看來 我看回各方面的資料 前文對應 之前我還沒有一段片 分析了 姜濤學這個Locking和機械舞 他對Hit Hop 我不知道Hit Hop好像都可以 所以他應該是這三個單元故事 其中一個 我猜了 高登仔猜了 就應該是這個 做這個跳舞者 我相信他應該是 這樣 那 我就自己估計 因為7月MIRROR演唱會 就要開了 現在剩下一個半月時間 因為現在回來要接受7天的隔離 現在我的政策 而姜濤也都要在6月底 我看過一些時間 6月底要出席一個活動的宣傳 所以照估計 姜濤和盧亭輝 這個星期就會回來香港接受隔離 接著就投入香港的工作 咦 就是這樣了 我的估計 我看回一些照片 老山和姜濤 就拍大合照 和所有工作人員 姜濤穿白色襯衣 整個跳舞者 我對前民後女 他應該就做跳舞者 一個關於跳舞的電影 相信這次拍攝這個電影 去美國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姜濤計 剛剛有了第二部電影 之後就第二部電影 而這個電影真的是國際化 由台灣電影人 電影的導演去執導 雖然這張照片已經刪除了 給美國演員 但是相信 他都應該 沒錯 九成九了 我看到這些資料 拍攝這個舞蹈電影 看到盧亭輝都一直去 我相信都可以 今次我找回這些資料 就是這樣的原因 我希望大家繼續去 留意姜濤這部電影 我想可以由2020年開始 到現在都兩年多 我相信都拍完這一段 應該都收尾了 我相信都應該 是很快可以做到 不過可能台灣 這個導演可能 因為自己做紀錄片 畜生 所以 我想都要一段時間去做 這樣 所以早前 都猜得沒錯 高登仔 他真的去為了拍攝 不是為了什麼秘密練歌 秘密音樂室做事 也不是為了拍什麼美劇 這次九成九 是為了拍這個電影 我也找到一些資料 希望跟大家網友分享 到姜濤這個星期 終於回來 終於可以看到姜濤 終於可以看回一些新聞 如果不是這兩個星期 真的很悶 沒有姜濤一些釋放的新聞出來 有時候也看不到他的真人 有時候 只是在他的社交媒體 看到 就比較悶 所以這次姜濤 這次的出發 去美國 真是一大突破了 拍一部國際性的電影 希望他更加有不同的方向發展 如果有新的消息 高等就會繼續和大家報導 是這樣的